这是恋爱期间的生理变化 看看你的大脑为了爱情有多努力 当你看到心上人时 0.33秒后 你的大脑会迅速做出反应 大脑开始分泌多巴胺 这种快乐荷尔蒙会让你感到开心和兴奋 接着肾上腺素被释放进入血液 你不受控制的开始心跳加速 手心发汗 双腿发软 这是身体在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做准备 当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升温 牵手拥抱亲吻等亲密行为 会刺激催产素的分泌 催产素又称为爱情激素 能让你感到亲密和信任 女性体内的催产素通常要高于男性 所以也更容易陷入一段感情 无法自拔 一个月后你们来到了激情期 受到高酮和磁激素的影响 性欲会愈发旺盛 时常感觉离不开对方 一年后激情逐渐退去 婚姻激素 内飞态开始取代多巴胺 虽然心动不在 但只要在一起就能感到幸福和满足 同时 海马体会帮你想起曾经的美好瞬间 使感情更加牢固 随后几年 内飞态和催产素 仍会持续影响你 带你走入婚姻殿堂 直至两人相伴终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